2022年高宏安批民众党战袍 挑战新竹市 当时不止台中大家长卢顺燕 和他手牵手 还和新竹县长杨文科合体 陆战国民党彻彻助攻 但当时他就因为助理费争议 遭对手零根人 仅有反攻 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 就发生了那么多问题 有小金库 即便当时被质疑 立委办公室变小金库 高宏安还是在撒他都下惊险出现 也被外界解读 不是蓝白和缠户 不过进了新竹市府 依旧因为助理费争议缠身 我绝对没有涉及任何贪图步伐 高宏安选前选后都忙着喊冤 还是被北检一贪污伪奏文书等罪起诉 司法宣判牵动新竹政治角力 依地方法首长涉嫌贪污治罪条例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中停职 高宏安可以指定代理人 但如果二审判刑确定就要解职 而且三个月内得补选 剩下任期如果不足了年 就是改由中央直接派人代理 市政首席这张图 你有看过哪个县市长 市长跟副市长同时在出席一个 勘灾演习吗 应该没有吧 新竹不是在停留在只有法院 或是里长举牌这件事情而已 真的是我们期待 不管高宏安要不要自己留着或是辞职 我们希望我们会有更好的人选 似乎早知道判决结果 高宏安勘灾把副市长邱晨远 带着炮行程 不过如果提前补选挑战不少 各阵营点赞民众党出产员 黄国昌被点名 国民党则是立委振振前呼声高 绿营有曾挑战新竹市立委的 杨明周那教授林志杰 高宏安之所以开在新竹市扎根 并不是高宏安这个人 而是郭台铭 柯文哲派出黄国昌 我觉得影响力就不是很大了 但是如果是高宏安推出什么人 他还是有点影响 影响性 因为毕竟他还是当前市长 民党态度备受外界关注 最新党内规定 则提到涉犯政治现金法贪污之罪条例 则是情节轻重予以除名或庭权处分 但被发现明明之前 只要一审判决有罪就开除党籍 规定从去年起 一改再改修正三次 公安现在确定有罪 恐怕让新竹市政治角力重新洗牌 明星文综合报道